你就要想农安接礼的楼房 那还行 好了不抽烟的 有工资的 对有楼的 还得给你交老宝的 能交老宝的就好了 包衙大义相亲太硬核 车帮彩礼是必须 最好再给他缴上老宝 我说大妈你是白日做梦没醒吧 今天来和他相亲的这个大冤种 是方陵62岁的王国才大爷 两段婚姻君礼仪 王大爷是农村有家城里有楼 月收入五个千左右 要说这个隔壁老王呢 他的条件还真不赖 虽然没有劳保退休进啥的 但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 也是昏的车房存款啥都有呀 这个国才大叔不是头次上节目了 不知道老姐们还记不记得他 上次那个胖姨陪着闺蜜来相亲 把他也是埋态的不清 最后撒哟啦啦 就我相忠了 你也相忠我了 带着闺蜜来 我最反对 我一大眼 他也是个做少爷梦的人 我永远想当公主 带着我姥姥 我这公主梦 你那少爷梦也彻底破碎吧 但是老王的少爷并没有破碎 今天又联系红娘来给他找老伴 这次特意把相亲的点 带在了他农村的家 也是想给今天来的女嘉宾 低调展示一下自己的隐形财富 农村的房子还不是三间五间的 而是有足足五百八十平的 不仅如此他家的老房子 还是个即将要赶上拆迁的地界 你像大哥住的土 大哥叫你日子古 咱不是春夜这房子只要一拆 立马腰身一遍百万富翁呀 老弟也看出来了王大爷 这水当尿裤的劲 不光他城里的家乱糟糟的 这农村的家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属是给咱小红娘开眼的 吉林那个房子也乱七八糟的 弄完这么大的地方 你说你吉林那个是楼房 缺人啊 不是 咋也造的 那不全马 原来你家是开卖店的呀 对呀 原来在这个村上咱是开卖店的吧 以前的时候就啥呢 你在外面干木槽拿路 对对对 然后他在家里买 对对对对 马上小日子在家 对 就跟你跑了 小日子多好啊 你进拉你 年轻时他在城里干木工家周活 前妻就在农村老家开小卖部 夫妻俩是个人挣个人的钱 按理说这小日子应该算很不错的 但是长期异地的婚姻生活 导致夫妻离心妻子不甘寂寞 年轻小媳妇一个人在家没守住底线 就跟别的男人扯独自跑路来 大爷讲话了说多了都是眼泪贴子 现在就想找个老实本身的国家人 我硬件我全到位 就是屋里缺这个女的这个手势 就缺这一面 会过日子的 几个的好的健康的 重量的啥能跟你实义实义 我搁这也能跟我过 搁那也能过 这样一点 搁哪都行 不怕 你别走那 哎呀那是我朋友 下毛钻 这样一点咱们不能找 根据隔壁老王的要求 红娘找到离他不远的赵阿姨 赵文杰方陵53岁离 月收入两个千屋房 该说不说赵姨这大门呀 真是不管不顾个有想法 不光名字相爷们长相也在拉相呀 你家这院可挺大呀 这是我 那我弟家 这是你弟弟家呀 那你自己家呢 我这会比我家的 整半天还不是他自个的房子 换个大半辈子也没整个自己的窝 无房无子女无老宝 妥妥的三无老阿姨呀 要说今天这个阿姨的命也属实骨 前夫不仅不争婚 还跟外面瞎胡找女人 无奈离了婚 最后他毛壳子也没落下 就这样被人玩了几年后又精神出来了 但也不能总在娘家住 不是特别是农村 背后的托破星子都能淹死人 于是就想找个老实的冤状代价 那还等啥赶紧带他去见见老王啊 这换了衣服这怎么裤脚长啊 这牌子新买的还没上 新买的还没 大哥大哥拉链拉链 等会儿等会儿 大哥拉链拉链 快快快快 好了 好了 刚才打不检查好了呢 大姐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 给大姐 你就叫我赵女士吧 叫我赵女士吧 你还叫赵女士啊 我姓赵 中老年超硬和乡亲 农村大妈一嘴大包牙 狮子大开口又要彩礼又要房 大爷现场一句话教他做人 这老王激动的前开门都忘了关 不知道还以为你要耍流氓的 哈哈这大姨整得还挺羞涩矜直 连个全名都不舍得说 给我俩还整邮抱琵琶半折面 这一出啊 张嘴整个赵女士是不是觉得自己挺身实 此时此刻王大哥已经把女方看得七七八八了 别看这老王是个吃鼻子浓的货 但他看人还挺准的地 七七觉得这阿姨也像头卷驴似的 不过这俩人的演员还都没啥毛病 还别说上次被胖大妈埋态了一圈后 老王的脾气也是收敛了不少 只是自己的平庸再也不是那个认死里的老绝吕了 也是这人都领到家里了说不愿意 小心照女士拿大包牙啃你啊 随后老王就带着女方参观去自己的大豪宅了 不知道这阿姨哪跟进大错了 没看两眼直接不耐烦呢 我看赵女士你这不光纹压厉害 鼻子也挺尖的啊 咋的是不是跟你好了以后 家里都不能生火做饭呢 男人在外忙着挣钱扛起蛋子 偶尔整两口也能理解放松解发 又不是大烟鬼大酒鬼啥呢 你长得不咋的条件不咋好 还要求的真不少啊 但是咱赵女士却觉得自己还是一朵花 追我的人排长队可着俺挑呢 人家可是抢手活手万无啊 你现在是不是就差抽烟 嗯的 那如果大个 抽烟 我还不开工资 反正弄什么 要是跟他结婚的话 得给我过在车里 得给我过在车里 那的就是说你长得很你想的 一样没也行啊 你是不是出门望照镜子了 不行蹲下撒跑尿照着也重要 那俩大包牙就岔回炉重造了 不光长得一言难尽吧 这是条子可还真不少 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照女士接下来的话 让红娘瞬间无语 你有工资吗 我没有工资 你又没有房子 你也没有工资 他想再想找 就是还手铺的 还靠谱的 还顾家的 值得温暖的 挣钱能给他的 有病有灾的 都有温暖 都能照顾的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麻 有吗 没有 找不着 你就告诉他 再找靠谱的 没了 哎呀我去看的老弟都想给他两全了 先说你有啥再说你凭啥 啥玩意没有谁给你的自信开呀啊 王大爷也是不惯着他爱咋咋的 老王的少爷们在上级已经被胖闺蜜整围了 我说赵大妈你也别再做你的公主梦了 人家真有这条件的还能轮得到和你相亲吗 行行吧 照女士睁大眼看清楚现在啥行事啊 我都成多了他给我记了对象就是抽烟的 我一律不开 就开工资都没开 有楼开工资都不开 他能记还行 我知道你上一段婚姻可能说受伤挺大的 对对对 在想找一定要找一个多么多么十全十美的 但是大姐 你不要总是太保守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你应该把你的心打开 你多去观察 不要因为一件事 就一砖头把人家给拍死 如果他要是记烟那我跟他处 可以 一配赵本神来相亲 女方刺着一嘴大包牙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红娘脸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经过咱红娘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 赵姐表示如果能接言 可以考虑一下和老王处一处 下面就是王大爷表决心的时刻了 哈哈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属实把红娘和赵姨叛呆了 咱也不知道这老王被关了啥咪魂汤 当场为了赵姐把宴都扔了 哈哈下了节目别忘了捡回来钱买的呢 大姐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毕竟有这态度 赵姐你说这话我信 就你这牙也是百里挑一 一口气能刨半赏低 真是老太太钻被窝 这也整饿了 仗着大宝牙哥这吹牛逼都不带漏风的 既然说自己是个抢手部 那咱倒这会了还单身呢 戒 降 梗 他都这样 不好骄 不好处这样一眼 真正要行就跟火车人 你给推到正轨上 那你跑一跑 他都不好骗这样 欲准我呀 你天下都不好找 就是我要找你这样 我真的就不用拔了 这边都烙的差不多了 大爷决定下午带女方去他城里的房子转转 赵姐说他去趟妹妹家取些衣服完了就去 谁知道这赵姐半路上又变卦了 红娘左等右等没人最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这到底发生了啥事啊 他不说上的妹妹应该求个衣服吗 完了这东西都拢着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反正又是一个向他再给他介绍 他没啥事 啥事没有做 那咋下来就不同意了呢 他说他寄了 但以后他寄不寄咋也寄不到 不是 跟大姐没关系 那你现在啥意见 明天你再给他 给他再选择 他想着我这 想着我这也是堵了 想着我这也是堵了 哈 他妈了个巴子 别乱我老弟想给这老娘们两全 属实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 有病咱抓紧去之一致别拖啊 要是缺镜子的话 七七自掏腰包给你有一个 一把年纪了别出门让人家当校包看 农安喝长醉的行 剩这一律不行 你就要想农安街里的楼房是不是 还行 还行 反正不抽烟的 不抽烟的 然后有工资的 有工资的 对 有楼的 他得给你交老宝的 真的 能交老宝的 割好了 该说不说这赵大姐对自己的认知 就是寄生虫很难足 家里没个两三千万的就别考虑了 脸是个好东西可惜他没有 给你机会可惜你不中用啊 老弟已经气得不知道该咋选他了 没点格局的红娘给他相亲 估计都要疯了 给大爷表达了女方的想法后 老王这边也是不惯着老娘们 毕竟存款房子 车子这些他都有 哪有男的不抽烟不喝酒的 他家一餐一发视频 这么一问这么看那么看 咱们不能感到什么的 他要变卦了 别去 再回来不要 我绝对不吃回头草 喝水也不会再要他了 赶紧让他滚毒吧 一会废胖子都要给俺欺诈了 估计只有东北的尼古拉赵斯 才能配得上赵大姐的气质了 对此老铁们有啥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探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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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